中国外汇局否认 正对海航海外贷款调查引发疑问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3日 法广报道 因流亡美国富豪郭文贵爆料举报 而成为舆论焦点的海航 不久前曾传出 习近平亲自下令将其列入当局打击官商勾结 及利益集团贪腐 预防金融危机的金融反腐调查名单 不过 8月2日星期三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出面否认 当局并未对海航安邦等集团海外贷款进行调查 财新网日前报道 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6月中旬 要求中国各主要银行清查 包括安邦海航万达复兴和浙江罗森内里投资公司 境外收购涉及的内保外贷情况进行检查 中国外汇局通过官方微博表示 并未针对媒体报道中的几家企业开展内保外贷业务调查 相关报道情况不实 中国外汇局同时表示 将会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加强金融市场监管 指导金融机构加强内保外贷业务的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 严厉打击虚假担保和恶意担保等违规行为 促进内保外贷业务的健康发展 不过 为什么在对海航等公司正在调查的传闻传出数周之后 中国外汇局才出面澄清 这是否与王岐山19大留任已成定局有关 而且 之前不少报道称 对海航的调查 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主持 这与中国外汇局否认调查的说法是否自相矛盾 海航被郭文贵指为王岐山家族的白手套 他称海航过去三年来财产爆炸式增长均与王岐山家族有重大关系 郭文贵还指王氏家族借海航敛财 并以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资产 在郭文贵爆料的人物中 包括被指是王私生子的冠军 日前 冠军放弃持有海航29%的股权 捐赠给海航成立的慈航私人基金 但这一被怀疑是在郭文贵效应下被迫的举动 引起国际舆论的质疑 为什么一个30来岁身份不清 没有明确地址的冠军 拥有的股份竟然比海航创办人陈锋与王健还要多 郭文贵则指冠军把所持股份捐赠给此行是自己捐给自己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方式 不过 郭文贵的爆料有待证实 另外 海航与一些大企业在海外近年来进行的疯狂并购 也被举报涉嫌资本外逃 对金融秩序构成危害 至于北京当局为何要采取金融维稳措施 一些分析指出 包括海航在内的一些公司 海外扩张的金钱主要来自与他们有利益关系的国有银行 如此一来 巨额外汇流向海外 对中国金融造成的危机非同小可 况且这些资金被投放到海外后 难以确定能否重新返回中国 因此为遏制资本外流 北京下令整肃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全新第四期等精彩节目 完整片段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所以我觉得小明先生我们今天爆料报道这时候呢 进行了一个最成功的阶段 就是中国老百姓能听到一个微小的 一个蝴蝶翅膀发出的声音 美军南海失踪 中国网名联想卢沟桥事件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3日 中央社报道 美国驱逐舰史塔森号一名水兵日前在南海失踪 有中国网名将此事联想到1937年日军声称士兵失踪的卢沟桥事件 媒体则煞有其事地发表评论访问学者 进而揣测美军动机 台北时间1日 在南海直行任务的史塔森号上 一名水兵突告失踪 根据美国第七舰队发表的声明 美国海军及日本海上自卫队船舰当即展开搜寻 事发当时 船舰正在南海一带执行例行作业 这项消息被披露后 立即引起中国大陆网民讨论 其中有网民说 嗯1937年他们也说是有士兵消失在了晚平城 然后卢沟桥 这是卢沟桥2.0版 相关说法引来不少人附和 并有部分官媒随之起舞 中共外围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即发表题为 今天不是1937年 南海也不应是卢沟桥的设评 先是指南海没有紧张到临战状态 每日也没有对中国开启战争的决心 演变成南海事变的蓄取的可能性极小 评论接着呛声说 有必要提醒美国海军 对失踪士兵的搜寻 不应伤害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也不要急这次搜寻行动危害中国的安全 针对此事 《环球时报》还访问了一名匿名观察人士 这名人士声称 中国大陆对此类事件的态度一是要坚定 只要对方侵犯中国大陆主权 就应受到坚决反制 二是要淡定 中国大陆已是具有相当强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大国 海上卢沟桥事件不可能发生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导 今天则发表长篇文章质疑 这事还真有可能并不简单 理由是史塔森号7月26日还在新加坡 为何8月1日就能航行到菲律宾苏比克湾以西 140海里 260公里 而黄岩岛的位置 距苏比克湾也约200公里 巧得很 文章还说 若每日不打招呼就进入黄岩岛12海里内搜救 中国大陆必须提出抗议 要求两国报备搜救计划 因为黄岩岛是中国的领土 更重要的是 下次再有此类搜救行动 中国大陆要积极主动要求加入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全新第四期等精彩节目 完整片段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日西欧时间宣布 任命现年71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助理主教杨明璋 为香港教区主教 保守天主教庭任命清中香港主教 被认为是一个突破 中央社引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范蒂冈是在一日下午5月6时宣布这项任命案 现年78岁的香港教区书记主教汤汉荣退 由杨明璋接替 杨明璋去年11月霍教廷任命为助理主教时 曾对大公报表示 我的血是中国血 我在中国出生 我爸爸妈妈是中国人 我热爱中国文化 你叫我怎可以说我现在不是一个中国人 多维新闻网报道 杨明璋的明显亲中倾向 对于缓和内地与香港矛盾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报道表示 杨明璋的就任 说明范蒂冈允许香港主教的亲中立场存在 这对一项在政治上保守的范蒂冈是一个突破 报道指出 教宗方济各之前的两任教宗都具有明显反共倾向 但出身南美的方济各早年受到解放神学深刻影响 对资本主义有不同的理解 对中共的态度也可以预期 事实上 从方济各在2013年就任教宗以来 中泛双方积极互动 方济各也表明愿意出访中国 向中国示好 中国方面对范蒂冈的态度也相对开放 香港在中泛关系改善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次的主教人事变化 也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方济各上任后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互动良好 国际媒体也频频预测建交在即 但一般预料 双方关系正常化的瓶颈仍在 短期内不易突破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专访郭文贵 第三期 全新第四期等精彩节目 完整片段 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部城市武汉有个汉秀剧场 由太阳马戏团的前创意总监设计的灯光喷水和杂技表演 向观众呈现出一派耀眼景象 本来是打算将武汉变成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但是 尽管门票打折优惠幅度很大 这座专门定制的2000座剧院上座率 过半的情况却很少见 剧场附近有一座优雅的优雅建筑 黄色墙壁曲线起伏 让人联想起弗兰克盖里 Frank Gary在西班牙比尔包设计的古庚海姆博物馆 这座建筑里提供各种运动仿真气游乐设施 向游客灌输对中国电影的热爱 一年前由于缺少游客而关闭 武汉万达瑞华酒店 本应是中国中部第一家七星级豪华酒店 高耸的前台后闭上覆盖着浴 目前该酒店房价为每晚160美元 约合人民币1000元 这已经是折扣后的价格 但能接受这个价格的人依旧不多 大连万达集团曾经拥有大量物业 这些建筑就是其中一部分 他们以高昂的代价提醒大家 很多中国企业集团的财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万达利用中国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政治联系 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和娱乐集团之一 主题公园是万达创始人 亿万富翁王健林战略愿景的核心 万达已开发高层公寓 办公楼和商场起家 王健林希望实现业务多元化 由于面临偿债压力 万达帝国正在将绝大部分资产剥离 政府正在加紧对万达这样的多产交易者进行审查 因为他们的交易行为严重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 政府担心会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构成威胁 万达上个月匆忙地改动了一个主题公园和酒店的交易 显示了其后退的程度 万达销售这些资产之后 还将清算他持有的大部分房地产 万达以65亿美元的价格将13个主题公园出售 给了融创中国 其中包括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大量房地产开发项目 这些物业完工后 建筑面积将达到6.35亿平方英尺 约合5899万平方米 做个比较 曼哈顿的办公楼建筑面积 总共只有5亿平方英尺 约合4645万平方米 万达还把77家酒店折价卖给了富利地产 这笔交易价值30亿美元 相当于万达账本上 这些酒店净资产打了个6折 相对于之前的万达 现在它的规模已大幅精简 该集团目前在中国东北部朝鲜附近 拥有一个大型滑雪度假村和10家酒店 另外还有4家酒店 其中包括万达北京总部附近的索菲特酒店 以及武汉万达瑞华酒店 万达在中国各地拥有180多个购物中心 经营管理着其中的30多家 万达旗下现在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影院 AMC娱乐 以及一个陷入困境的 拥有300名员工的好莱坞制片公司 政府最近采取不鼓励海外投资 和大量借款的政策之后 万达通过低价出售大部分房地产项目 贯彻其创始人所说的轻资产战略 万达放弃那些需要大额贷款的物业 希望尝试通过经营管理酒店 主题公园和商场来赚钱 作为与融创中国交易的一部分 万达将在未来20年里 管理所有这13个主题公园 每年差不多入账1亿美元 万达的主要业务将变成为其他投资者修建购物中心 并进行管理 以换取每个商场营收的大约30% 这意味着他们希望很多中国人会在电子商务高升之际继续去商场购物 但是曾经是亚洲最大富豪之一的王健林对这个担心不以为然 电商永远不会取代实体电 他在书面回答问题时说 实体经济已经进入了需要转型升级的时代 王健林最初是以华特迪斯尼公司公司为模板经营万达的 迪斯尼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附近购买了近40平方英里 约合10360公顷的土地 并在主题公园周围建起了酒店和精心规划的居民区 王健林曾是一名军官 有政治人脉 他说服中国各地的13个二线城市 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他大量土地 在中国东南部的南昌 万达修建了中国最高最快的过山车 在西南城市西双版纳 万达修建了一座大型科技剧场 其屋顶形状像一片巨大的金色棕榈叶 万达曾计划在中国沿海的青岛修建一整座城市 他甚至在那里修建一个电影基地 四年前开业的时候 有妮可基曼、妮可奥克曼、约翰特拉沃尔塔 John Travolta、李奥纳多迪卡皮欧、Leonardo DiCaprio 张子怡等明星前往捧场 迪斯尼在上海的主题公园开业时 王健林曾承诺要打败这个美国娱乐巨头 虽然万达帝国的大部分物业现在被卖掉了 但仍然没有完工 13个主题公园中只有4个已经开业 其他的仍在建设中 其周围的高层公寓楼也还未完工 万达和融创中国仍在谈判是否要把那个电影基地纳入交易中 武汉的这个项目发展得比较好 是万达剩下资产中的房地产重头戏 在过去10年间 该公司在武汉市投入了逾70亿美元 建造了一条超过一公里长的商业美食街 两侧是公寓楼和办公楼 万达进入武汉比较早 他比大多数开发商都更早地意识到 这个城市将从一个基本的钢铁城市 转变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中心之一 武汉把一大片市区交给万达拆迁重建 那里之前有很多国有宿舍 而其他的几乎每一个城市 都将大片的外围地块交给了万达 和其他地方不同 万达在这里的建设基本上已经全部完成 近半数的公寓已在当地繁荣的市场上售出 这里的房产中介表示 万达豪华公寓每平米的售价 是武汉其他公寓的近两倍 那很可能意味着 万达能够支付与该项目相关的很多或全部债务 剩余公寓的销售能让他获得巨额利润 万达拒绝置评 不过 武汉也表明了为什么万达不会是迪斯尼的主要挑战者 武汉市中心附近的庞大室内主题公园 万达电影乐园开业仅19个月后关闭 参观者数量很少 十几个售票窗口全部关闭 门票价格还显示在上面 价格很高 成人每人35美元 相当于这座城市蓝领工人几天的工资 当地居民抱怨称 公园的六个活动区不值这个价 活动区包括星际旅行 终极能量和自然威力等 活动主要是坐在运动模拟椅上 或穿过为宣传万达电影而设计的模拟场景 万达还热情响应了北京弘扬民族自豪感的号召 导致有些景点接近政治宣传 在有2000个座位的剧场进行的表演 是前太阳马戏团总监弗朗哥德拉贡 Franco Dragone设计的 意在把杂技和艺术性的华美场面 与中国主要民族汉族的传统相结合 甚至连王健林的儿子也在社群媒体上抱怨看不懂汉秀 大连万达称 他将重新设计这里的活动 再次开放该乐园 但是在前不久的访问中没有看到任何活动的迹象 如果让我选再去一次迪斯尼还是再去一次万达 我会去迪斯尼 38岁的太阳能板安装公司经理刘丽娜说 迪斯尼有更多可以去体验的活动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全新第四期等精彩节目 完整片段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清藏高原开通高速公路 预料有军事作用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3日 中央社报道 中国大陆在清藏高原开通 首条高海拔洞土区高速公路 预料这条公路会有军事用途 而中共解放军在清藏高原西南面的重要防守对象是印度 科技日报今天报道 经过七年建设 中国首条穿越清藏高原多年 动土区高速公路 青海省共和治玉树高速公路 一日正式通车 报道表示 共域高速公路穿越多年动土区里程长达227公里 占路线总长的36% 据报道 共域高速公路为中国国家高速G0613西宁治丽江公路 在青海境内的重要路段 今后将成为清藏川滇藏区黄金旅游线的重要路段 报道没有说明共域高速公路是否具有军事意义 但从历史上看 玉树的军事作用重大 1950年 中共解放军从两路进军解放昌都 其中一路就是经玉树进入昌都 从而打开西藏的大门 有分析家指出 玉树接近昌都 而昌都是进入西藏的大门 虽然从玉树前往昌都有一定难度 但玉树有了高速公路后 将会有很大军事作用 1962年中印作战时 中共解放军也是从昌都和林芝等地前进 对藏南的印军展开攻击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专访郭文贵 第三期全新第四期等精彩节目 完整片段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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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向海外维族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8月3日 美国之音报道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下提不久前 接到一通电话 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 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 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他们在电话中要求他要么回来 要么为他们工作 他说 你把知道的那边维吾尔人的情况告诉我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 过去几个月来 伊利下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 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 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小伙子很着急 问我怎么办 我说拉黑 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 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 伊利下提说 我告诉他们全部通报给FBI 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FBI讲了 FBI也到他们家里 我要他们把对话录下来 全部转给了FBI 伊利下提记得 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 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 但是从来没有过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 特别是过去两个月 年轻人几乎每家都收到电话了 中共的手越来越长 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利坤爱莎 对美国之音说 多利坤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 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 7月26日上午11点半左右 听证会前半个小时 多利坤来到参议院大楼门口 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 我以为是记者 结果是意大利警察 他说警察的手上都握着他的照片 和对国证件后 警察要多利坤跟他们走一趟 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 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我问他们怎么回事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我是德国公民 他说之前中国政府有accusation指控 有个中国政府的通缉令 中国政府要求这样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利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 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 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看不到通缉多利坤的信息 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 意大利警方对他说 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跟他们说联系也没用 国际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多利坤说他们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三个半小时后多利坤获释了 他在意大利参议院第二天的活动也应据称的中国压力被迫取消 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多利坤艾莎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 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 过去多利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 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留4天 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利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 但是多利坤说他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 发生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 他说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 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 不会听任中国政府摆布 但是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像埃及这种军政权国家 很容易被中国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 就要求他们逮捕驱逐维吾尔人 他说自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当局以涉嫌恐怖主义 为名遣返了至少28名维吾尔人 2015年泰国将100多名蒙着头套戴着手铐的维吾尔人押送回中国 事态的最新的进展是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 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中国官员自5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立即回国 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 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 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报告说 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 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 面临立即遣返 报告说 埃及各地的维吾尔族学生晚上不敢睡在自己的床上 害怕被从家中带走 这种恐惧也波及到那些已经在埃及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维吾尔人家庭 他们担心无法继续获得合法居住的文件 该组织正式说 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 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有一个学生回去了 这是我知道的 回去以后就被放到学习班 然后就失踪 有一个是阿克苏位于新疆西部的维吾尔学生 他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 他的母亲不停要求他回去 回去他被抓了 背叛了5年还是6年徒刑 吴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 获得的最新消息说 两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 近日被交还给家人 他们是18岁的阿布多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 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 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 死因为何 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 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 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 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 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 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 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全新第四期等精彩节目 完整片段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